为了继续陪在妻子身边 身患癌症的他竟克隆了另一个自己 看着和他一模一样的克隆人 卡梅隆感到无比震惊 唯一的区别是克隆人没有癌症 他可以代替自己陪伴妻子和儿子 看到克隆人和妻子有说有笑 卡梅隆逐渐感到恐惧和愤怒 他还是无法接受另一个人取代自己 就在他犹豫是否终止克隆计划时 病痛却让他再次晕倒过去 原来卡梅隆被查出脑子里长了一个恶性肿瘤 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抑制 每次晕倒都有可能导致他猝死 他明白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 曾经和妻子的相遇也浮现在了眼前 他们在一辆列车上邂逅 卡梅隆对波比一见倾心 于是偷偷在纸上画下他的模样 这时波比却打开桌子上的巧克力 并掰下一块直接送进嘴里 这让卡梅隆有些错愣 明明是自己的巧克力 他怎么也不问下自己 为了宣示主权他也掰下一块 见此请紧波比嘴角扬起微笑 他认为卡梅隆是在向他搭讪 于是再次掰下一块放进嘴里 卡梅隆也不甘示弱 索性直接将巧克力拉到自己面前 他们相视一笑 很快列车到站波比准备下车 波比没有说话 只是笑笑然后转身离开 看着波比离开的背影 卡梅隆还沉浸在刚刚的邂逅之中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的巧克力竟一直在他的口袋 这让他为刚才的行为尴尬地大笑起来 几天后他们再次相遇 卡梅隆急忙为上次的事情道歉 卡梅隆把那幅画送给波比 他们互相介绍认识了彼此 很快波比就又到站了 卡梅隆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 就在他为妄计要到联系方式而失落时 波比却叫住了他 并将那幅画也还给了他 卡梅隆疑惑地接过画 画的背面正是波比的联系方式 这让卡梅隆欣喜若狂 彼此喜欢的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 并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 这天晚上卡梅隆正要准备洗漱 突然一阵眩晕让他重重摔在地上 原来卡梅隆的脑子里长了恶性肿瘤 已经到了晚期无法医治 见妻子还在熟睡 卡梅隆急忙将房门关上 他想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妻子 可犹豫在三后还是没有开口 一年前妻子的弟弟因车祸去世 他每天都哭得撕心裂肺 甚至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他把自己关进房间拒绝沟通 直到怀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妻子这才从悲伤中慢慢走了出来 卡梅隆不敢想象自己的死 会对妻子造成怎样的伤害 他不想让妻子再次陷入痛苦 于是决定实施一项克隆计划 让克隆的自己来继续陪伴妻子和儿子 他乘坐游艇来到一处孤岛 女博士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带卡梅隆来到地下实验室 在这里卡梅隆见到了自己的克隆人 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被眼前的画面所震惊 克隆人身体健康没有癌症 除了手上有特殊的标记 其他地方可以说和他一模一样 卡梅隆握住克隆人的手 感觉就像是自己左手摸右手 经过六个小时的记忆传输 克隆人终于被激活了 博士告诉克隆人 他是卡梅隆的替代品 克隆人听后沉默了很久 但最终也只能选择接受 当他们见面时双方都很紧张 克隆人言语中透露着自卑 他向卡梅隆讲述着过往的经历 听着一个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卡梅隆知道克隆人 已经拥有了他全部的情感和记忆 接下来到了心理测试的环节 博士问了很多关于卡梅隆的问题 克隆人都对答如流 当谈到妻子和儿子时 克隆人脸上满是幸福和宠溺 就连吃饭时克隆人 也保持着和卡梅隆相同的习惯 他把卡梅隆最喜欢吃的菜子挑了出来 卡梅隆意识到克隆人其实是善良的 这让他放下了对克隆人的戒心 最后到了克隆人和妻子的通话环节 只要顺利通过测试 克隆人就可以完全替代卡梅隆了 随着电话的接通 克隆人迅速进入状态 见他们聊得如此合拍 卡梅隆的表情却变得猙獰起来 他不想被克隆人替代 也不想被妻子和儿子遗忘 于是卡梅隆强行切断了通话 克隆人有些生气地问道 你什么了 你不喜欢这个 你认为我喜欢这个吗 克隆人说他明白了 卡梅隆是接受不了被替代的事实 他太自私了 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时卡梅隆的癫痫突然发作 克隆人急忙抱住他轻身安慰 幸好卡梅隆并无大碍 他从实验室出来找到博士 卡梅隆决定终止克隆计划 回到家他准备向妻子坦白自己的病情 可看到妻子和儿子齐了融融 卡梅隆还是不忍打断这美好的画面 为了帮卡梅隆消除内心的疑虑 博士给他介绍了另一位克隆人 眼前的女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克隆人 他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热情 更重要的是他对女儿的关怀也是无微不止 卡梅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或许克隆计划是他离开后最好的选择 卡梅隆再次来到克隆机构 他见到了和他同样生化癌症的女人 两人在森林里谈了很久 卡梅隆告诉对方 克隆人和他的女儿生活得很幸福 女人听后十分欣慰 只是眼中充满了羡慕和嫉妒 这时克隆人找到卡梅隆 他为上次的争吵向卡梅隆道歉 卡梅隆承认是自己的问题 他已经想好要继续进行克隆计划 卡梅隆拜托克隆人替他好好照顾欺儿 在被克隆人替代之前 卡梅隆决定回家向欺儿做最后的告别 博士在他眼中植入了微型摄像头 这样克隆人也能以第一视角进入角色 然而就在卡梅隆到达家门口时 剧烈的头痛却让他再次晕倒过去 他躺在地上不断抽搐起来 消失的画面让博士和克隆人都十分紧张 如果此时的卡梅隆被妻子发现 那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好在最后卡梅隆醒了过来 家里做饭的妻子并没有发现他 卡梅隆摇摇晃晃地回到车里 等再次回到克隆机构 卡梅隆已经陷入了昏迷 可此时的妻子还在家等着他回去 无奈博士只好让克隆人提前进入角色 当克隆人推开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 他习惯地和妻子打着招呼 屏幕前的博士也为克隆人感到高兴 然而家里的狗狗却突然狂叫不止 似乎他认出眼前的男人不是他的主人 不久克隆机构的卡梅隆醒了过来 得知克隆人已经代替自己回家 卡梅隆的情绪变得暴躁起来 博士的话让卡梅隆瞬间冷静下来 他跟随博士来到屏幕前 观看克隆人和妻儿相处的画面 儿子跟克隆人玩游戏 妻子向他互诉忠常 虽然卡梅隆心中满是不舍 可他明白这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克隆人摘掉隐形眼镜的频率 也愈发频繁起来 他似乎不想再被卡梅隆监视 这让卡梅隆开始变得不安 他想弄明白克隆人想要做什么 于是在一个深夜 卡梅隆悄悄溜回了家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书房 看着克隆人和妻子的聊天记录 言语间充满了幸福和恩爱 卡梅隆明白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时克隆人也来到书房 他示意卡梅隆不要惊慌 克隆人让卡梅隆穿上他的衣服 然后去和妻儿做最后的告别 卡梅隆来到儿子的房间 睡眼朦胧的儿子问他怎么了 卡梅隆谎称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醒来后就特别想见儿子 他们一起来到客厅 卡梅隆用饮料充当啤酒 他已经等不到儿子长大 父子俩开心地一起干杯 卡梅隆祝福儿子能健康长大 最后他把儿子抱在怀里 不舍得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接着卡梅隆来到妻子的房间 妻子见他满眼泪水 担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卡梅隆说他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的他失去了一切 妻子抱住卡梅隆轻声安慰 卡梅隆问妻子他们现在比以前幸福吗 听着妻子给出肯定的回答 卡梅隆终于放下了最后的担心 他知道克隆人做得比他还好 自己是时候该离开了 卡梅隆在车上和克隆人握手告别 他们一个即将面临死亡 一个则要带着他们共同的记忆继续活着 卡梅隆来到克隆机构 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这天女博士告诉他 克隆人有关克隆的记忆已被消除 也就是说他完全成为了卡梅隆 卡梅隆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我是说克隆人在记忆被消除前 特意为卡梅隆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是一段录像 是克隆人让妻子对着他说我爱你 I love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 you love me I love you 卡梅隆 I always have I always will 卡梅隆明白这一刻妻子心中想的是自己 如果有一天你也面临同样的选择 你是否愿意独自承受痛苦 为所爱的人换来更美好的幸福